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财务金融系陈立斌老师 我现在要介绍的是银行管理课程的教学大纲 那这门课程它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 能够顺利进入银行工作 在这门课程里头呢 我们会介绍银行的业务 银行的经营管理 还有银行的工作环境 以及整体的经营环境 让同学在进银行之前能够有好的准备 那此外呢我们在这个课程中 也会帮助同学去取得一些银行相关的证照 比如说我们这门课程呢 会跟初阶修信人员证照会有关 那另外呢这门课程也可以帮助有心想要到企业界的财务部门工作的同学 因为其实银行跟企业界其实是好的伙伴 那所以担任一个财务人员如果能够了解怎么样跟银行往来 怎么样透过银行的服务帮助公司来发展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下我就会介绍本学期银行管理课程主要的授课大纲 那我会分五个部分来谈 那第一个部分呢首先我们会介绍银行的经营环境的变化 那从过去到现在银行的经营环境是越来 竞争越来越激烈 新的成员不断的加入 所以我们会先进行介绍 让同学先有一点心理的准备 那第二个部分呢 这门课程会介绍银行会计 那透过银行会计呢 我们可以去也会介绍到银行的资产债表 损益表 因为从资产不债表以及损益表 我们可以认识到银行经营管理的主要的重点为何 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会介绍银行的流动性管理 基本上呢银行的资金来源 事实上就是存款人的存款 那存款人今天存进来 随时可能都会把钱领走 因此银行必须要有足够的 准备来应付存款人的提领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会介绍到 基本上银行会有两道防线 也就是两种准备 第一种是法定存款准备金 第二种就是流动准备 那细节在上课的时候再进行说明 那第四呢 我们也会针对银行最主要的业务 就是寿信来进行介绍 那基本上寿信分别 可以分成直接寿信以及间接寿信 但是我们这门课会比较针对 比较特别的就是间接寿信的部分 那其中我们会介绍到 像银行的成对业务 以及国内信用状等业务 那这些都是同学过去比较少接触的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我们会介绍到外汇的业务以及管理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 让同学了解 我们今天台湾进行的 要完成国际贸易的一些交易 其实其中都有银行的协助 那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介绍到银行如何来 在国际贸易的进行当中 它能够提供给这些进出口商 各方面的协助 那我们会介绍许许多多 各种各种的银行协助厂商的方式 包含信用状 脱收 还有OA汇款 还有买入光票等等业务 相信同学在这个课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学习跟认识 好报告来介绍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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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waż 好 谢谢 Curtis